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我是維恩 今天我要帶大家利用半天的時間 在惠比壽跟中午黑半日遊 那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 JR惠比壽站的溪口 溪口站這邊一出來就有一家アトレ 然後一樓就有我等一下要吃的 中餐Shake Shack啦 那現在大概是下午兩點左右 我今天沒有點薯條是因為等一下想帶大家去惠比壽這邊有一家鯛魚燒店 然後再吃個點心 這一間就是我們剛剛吃Shake Shack的地方 它就是一個在生產前的アトレ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有無印良品啊什麼的 這邊機能還算是蠻方便的啦 而且惠比壽這一站啊 除了JR參手線之外呢 也有連通到那邊 往地下鐵的日比古線 所以有兩條都算蠻大的交通路線 我們現在呢在距離惠比壽車站不太遠的地方 剛剛吃完Shake Shack 步行過來應該差不多走個六七分鐘吧 然後就可以到那家鯛魚燒店 然後就希望它今天有開啦 因為今天是日本的黃金粥假期 就算第一天還沒開始 就是今天下班後黃金粥就開始了 那不曉得會不會影響到它店家的營業時間 喔 太好了有開 就是這一家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門口有人買完之後站著吃 然後這也是日本這邊的習慣 比較比較少會邊走邊吃啦 要嘛就是帶回家吃 不然就是會在店門口附近吃完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買一顆釣魚燒吃吃 你出國的時候會用到飯店或咖啡廳的Wi-Fi嗎 你想追著G 發現台灣的串流平台竟然沒有上映嗎 你有過一出國就發現帳號被盜的經驗嗎 以上都是身為旅遊行的YouTuber東橋的親身體驗 所以讓我們感謝今天的看店 VPN是虛擬私人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的簡稱 簡單的說就是可以讓你連結不同地區的網路IP 還可以透過加密技術 藉此保護你的網路安全隱私 如果想追的G剛好台灣的串流平台沒有上映 就可以用VPN連接到其他國家觀賞 反過來說如果出國回飯店怕被爆雷想追G 發現在日本不能看的時候也可以連回台灣的IP來觀看 出國使用飯店或咖啡廳等公用Wi-Fi的時候 也記得連上NOR VPN 透過加密技術保護你的帳號安全 不要像我以前一出國就發現帳號被盜 透過中間總結橋的專屬連結 現在還有30天試用免費退款的優惠 自己體驗看看好應用再續訂 一個帳號最多可以試用六個裝置喔 讓我們再次感謝NOR VPN贊助本支影片 我們完成購買囉 好我們就在店門口吃給大家看了 它超級燙的 大家如果有來買的話一定要好多 它這家的鯛魚燒好吃就在於 它的皮是那種薄薄的 吃起來很脆 但是還是有那種餅乾的香味的感覺 那它的紅豆餡就是非常的飽滿 然後套一句我們的老胎子 甜而不膩啊 它就是連尾巴裡面也充滿了很多很好吃的紅豆餡 然後它的紅豆餡是有一點點吃得出顆粒的這種感覺 我們吃完釣魚燒啦 從剛剛的那個Shakeshite漢堡 然後到釣魚燒 兩個東西口味都有點比較厚重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走路到其實很近的中暮黑 然後因為那裡有很多咖啡店 所以我要來喝個冰美式 結個膩 不知道是遇到消防演習還是事故 從剛剛到現在已經看到兩三台消防車了 這邊是會比售車站JR跟地下鐵的連通道 從西口出來之後 往前一直走 就可以到日比谷線的方向 那我們今天要走到中暮黑的話 就是往這個路線 喔!我現在才發現原來 會比售站前面就有一家Blue Bottle 但因為我們今天的計畫是小小散步一下 然後再到中暮黑喝咖啡 所以這一家我們就先Pass 我們現在回到剛剛Shakeshack的附近 要往會比售銀座的方向前進 然後我剛剛有查了一下路線 走路大概就是15分鐘、16分鐘 然後原則上照著從一個方向走 沒有什麼大轉彎就會到中暮黑了 基本上像這種市區的大馬路啊 人行道的空間都會做得超棒、超大 你看這邊 這個比例尺就知道了 然後走起路來就是還滿舒服啦 你會願意散步到下一個車站 那順便跟大家講一下會比售這裡啊 其實是燒肉的基站區啊 就有很多燒肉店 像這家TingTang 也是一個滿有名的燒肉店 大家如果在地圖上 稍微看一下 會比售、戴觀山、中暮黑 這幾個地方就會知道 其實他們就是在附近而已 然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之前有出過一條散步路線 叫做都會東京的那種都會女子散步路線吧 因為這三站其實就是非常的近 然後又很好逛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這附近的環境 就是很日文叫 就是有點類似時尚然後時髦的意思 然後這邊的巷弄裡面 也會有很多可以購物的小店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日本人做工的精神啊 真的是滿謹慎的 先姑且不論效率啦 但他們一定會有指揮交通 幫助行人 然後還有就是把施工區域圍起來 然後你看這邊 我剛剛通過的還有一個小小的上坡通道 可以讓你走 然後它下面可能是牽管線等等 就是做的真的是非常的細心、非常的周到這樣 來到這個三角路口我就有印象啦 這個方向是我們剛剛一路走過來的惠比秀 然後往這邊呢 就會是代觀山 然後我們現在這邊 往這個坡道走過去之後呢 就會抵達中暮黑了 然後我剛剛發現右邊這邊啊 是一個叫做舊招倉家住宅 它是一個重要文化財啦 就有點類似一個有歷史意義的人物的住家吧 這樣 好 我們就繼續前進吧 因為我最近才看完林牙的戶地 林牙之旅啦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段坡道 很像那種新海城動漫裡會出現的地方跟 呃怎麼講 配色嗎 就是非常的日本 喔 這邊看到一個我之前來的時候沒有發現的東西 這個地方之前應該是沒有 因為這一條路我跟Bob走過蠻多次的 哇 一個新發現探險的感覺 現在來走走看看吧 這一家是丁恩德盧卡 是台灣之前有啊 現在不知道它有沒有 是一個麵包店 然後它的麵包也蠻好吃的 但是偏貴就是了 很喜歡東京的一點就是它的 店家真的都很有設計感 那這邊感覺好像是一個 住宅區的樣子 或者是 嗯 商業設施也有可能 但不管怎樣我覺得 蓋的好漂亮 我找到它的真面目了 它是東京音樂大學 超酷的 真的超酷 這邊 因為中暮黑這裡啊也是 房價蠻高的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 這個路邊都可以 看到一些 蓋的很漂亮的 獨棟的 算豪宅 好 我覺得我應該算95%確定 之前沒有這個地方 但不知道耶 東京音樂大學 怎麼感覺是一個應該已經蓋好很久的地方 不然就可能新增了一個分部分校或怎樣 我剛看了一下 這邊好像是 它是寫 就是 東京音樂大學的餐廳 所以這邊 不知道啊 這是大學學餐嗎 學餐 學餐長這樣 誰受得了 太漂亮了吧 美術館 美術館 是不是 這邊也有一家 不知道是我之前沒注意 還是新開的 咖啡店 這個建築物設計也是超級漂亮 我們經過這個 最後的小巷子之後 就要來到 中暮黑的 最著名的就是那個 暮黑川旁邊的散步的道路啦 剛剛經過那個 東京音樂大學 真的讓我有點 就是驚喜到吧 因為畢竟這邊這個散步路線 以前我可能也是走過不少遍 但是因為疫情這三年可能 包含前兩次來東京也沒有逛到 所以這次發現 新的不一樣的東西 就讓我覺得還蠻興奮 那我覺得這也是東京這個城市 它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的店家 或說都市的更新的速度 其實還蠻快 好 這一條呢就是 中暮黑最知名的 算散步的道路啦 這一條就是有名的暮黑川 然後我後面這個兩旁 都是櫻花樹 所以它在櫻花季的時候 會開滿櫻花 這也是為什麼這邊可能 房價會這麼高吧 就是 這邊是響音的名所 然後這個 中暮黑的兩旁的道路 都是可以散步的好地方 然後旁邊也都有很多 小店啦 店家賣衣服的 然後也有什麼e-sop啊 然後很多餐廳等等 你看像 今天可能算假日的開端吧 這邊 有沒有就很多人在這裡 休息吃飯和咖啡 是一個很不錯 很推薦的地方 到囉 這一家就是我們要喝的咖啡 然後在它的旁邊 有一家 Snooby Peanuts的 也是一樣是咖啡廳 很可愛 我們喝完咖啡休息 滿久的 然後呢 現在 要到惠比獸跟鮑勃會合啦 今天是4月28號 就是差不多快5月 那我覺得 日本 東京啊這邊的天氣 氣溫確實 溫差還滿大的 就 中午的時候大概24度吧 然後我穿今天這樣 短袖加一個襯衫 其實走路會有點熱 但是現在才5點半 快6點 然後 我覺得 吹到風其實已經有一點 微涼的感覺 我覺得晚上可能還會再更冷 所以大家 在這種 還沒到夏天的時候 來訪的時候 記得 溫差會大 所以 都要記得戴個外套 這樣 耶 我們碰面了 哇 你在拍片啊 不然 我 幫觀眾銜接一下 對啊 我剛剛就是從惠比獸走到 沒有啦 我從 中衛 對我剛剛 我怎麼會知道 我剛剛從中衛走到惠比獸跟鮑勃會 因為他現在下班了 然後呢 因為我其實現在沒有很餓 下午比較晚吃 所以我剛剛想到一個很完美 符合我們地理位置 然後還有 就是 也不用吃太多的東西 收勒 就是 廣尾的 台客餃餐 喔 對不對 因為就是點多點少 比較沒差嘛 他有沒有倒極 我也不知道 我剛剛有查好像 營業中 OK 對然後又離惠比獸很近 OK 好那我們就出發囉 Let's go 我們剛剛不是說要去廣尾吃餃子嗎 為什麼現在在一個百貨公司裡 來日本吃什麼餃子 一定是要來澀谷吃看美德綠售食嗎 對不對 不是吃掃的嗎 對 吃餃 對 我們這家是那個 色谷的 就叫 西伍百厚 西伍百厚的火美的領 然後 他如果你 follow我們頻道很久的話 你就知道說 他是我們 很最早期 就有推進過什麼 四家必吃的回轉壽司嗎 對 對 但我們 現在小小薰能告訴你 他已經被我們 從那個名單上提出 就是四家以外的 對 他的 你分享一下吧 嗯 我覺得 最讓我 可能覺得 比較可惜的地方 是他的位置變超級緊 基本上我們大概 坐位就是 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拿盤子 這樣就是 集在一起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個人覺得 他的壽司品質 有蠻明顯的下降 從 肉質 到 飯的 捏的程度 就是 因為好吃的壽司 他的飯的緊額度 溫度 跟醋飯的加的程度 其實都很重要 所以 偷偷告訴大家 就是 可以去吃 更吃飽玩 對 難怪更吃飽玩 下降才更加好 對 然後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還有沒有行程 所以就 等一下如果你看到還有下一段 就有下一段 好啦 那我們這個 惠比壽到莊木黑的半日遊 就莫名的來到表餐道結束囉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行我們的直播啦 那下次再見囉 拜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